最近,徐娇被全网追着夸,原因是于正贤旗下一人赵琴太胖,为其定下85斤的目标,可实际上赵琴1米7的身高如今92斤已经算偏瘦了,就这还要被指责太胖,着实让身为对方好友的徐娇看不下去。 他直指于正太过歹毒,要让人受到极限,一时间引发了一场有关娱乐圈审美的舆论风波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女明星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漩涡,人人以瘦为美,认为越瘦越好,越瘦越美,为此他们疯狂减肥瘦身,生怕和胖牵扯上半点关系。 从起初的好女不过百,到如今女明星体重过90斤,都成了一种罪过,从而导致整个娱乐圈审美逐渐畸形病态,对于这种现象,绝大多数网友早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,他们纷纷下场,对这种畸形审美各种批判声讨,那么今天咱们也来聊这个话题。 回看现如今的娱乐圈,女明星各个身材瘦弱,薄如纸片人,更有甚者到了让人觉得病态极端的程度,像瘾儿的排骨兄,彻底将骨瘦如柴四字贯彻得淋漓尽致,参加浪解时的张天爱,说到穿不住衣服,像一个大头娃娃,以至于于文文刚和他见面就惊呼,你也太瘦了,跟个骷髅架子似的,还有余政旗下的另一位女艺人吴景言,近两年,但凡其露面,总会被大众感叹, 受过头了,从而到了受脱象,皮包骨的恐怖程度,但即便如此,依旧有太多女明星,为减肥无所不用其极,像养子为减肥,坚持七天不吃饭,还有曾被人骂又胖又壮的眼,为了减肥,她还用了各种近乎极端的方式,像每天只吃一小口的米饭,又或是一天只吃一粒老干妈,用筷子稍微一蘸,保证自己能尝到咸味,就这么挺过一天,除了疯狂节食断食外,女明星还会从外面, 不下手,像三个月成功瘦身30斤的李逸童,她不仅穿爆汗服,还要在身上包保鲜膜,涂上辣椒油,并且再套上一层羽绒服,循环往复爬18层楼梯,就这些,还算是常人能想象或理解的,更有甚者,为了减肥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,疯癫到了极致,向对自身意志够狠的大S, 在节目中,她自爆曾做过电击减肥,原本电击有0-99档,大S直接选择用99档来减肥瘦身,而推荐给身边人后,无论男女最多扛到20档了,已经瘦不了了,还有张大大曾爆料女明星吃蛔虫减肥,令其寄生在体内,吸收自身的养分和热量,从而借此达到人体不能吸收营养,越来越瘦的目的, 除了回程外,还有的女星直接生吃泥丘,以至于,现如今几乎所有女明星都统一是受到弱不禁风的程度,即便稍微长胖两三斤,都到了世界末日的程度,那么,为何会出现这种极形审美?一方面是受上镜胖十斤的音速影响,众所周知,人是立体三维的,但屏幕是平面的,在这样的情况下,将女明星投射到屏幕上,便会被镜头拉宽脸型和身材,向总被全网嫌弃, 又壮又胖的关小彤,可在现实生活中,但凡她被偶遇,没有一个人觉得她有一点胖,反倒都纷纷夸赞其身材超级好,还有大众印象中,胖胖的韩红,有不少网友透露,现实中的本人身材太常见,充其量算是微微胖而已,可放到镜头中,却成了超级胖的存在,为此,这不知令多少女艺人深恶痛绝,而绝大多数女明星,为了上镜好看,她们只得往死里受,生怕多吃一粒米, 多尝一两肉,从而令不少人深陷减肥瘦身的漩涡,无法自拔,久而久之,娱乐圈的女明星,一个比一个要瘦的可怕,用秦岚的话来说,就是女明星私下里都瘦的和鬼一样,并不好看, 而另一方面,是因为大众对白瘦又审美的执着,现如今的社会上,虽有不少关于身材解放的声音存在,但不可否认,白瘦又审美,依旧还占据主导地位,因此,不少女明星为讨大众欢喜,只得将自己疯狂套入这个壳子中,不断变瘦,变柔弱,以此吸粉固粉, 例如,前顶流郑爽,几年前的她疯狂瘦身,到了除了西瓜,什么都不肯吃的地步,以至于郑爽体重狂掉至七十几斤,直接瘦脱象,并因其太瘦的问题,郑爽与父亲多次发生矛盾,而在崩溃之际,她才坦言自己不敢吃东西,是怕长胖了,没人喜欢自己,其实,身为公众人物的女明星,想进行身材管理并没有错,这既是为工作负责,也是为大众负责,毕竟, 他们需要扛得住镜头,呈现给大众绝佳的视觉盛宴,但现如今的娱乐圈,在这一方面明显是矫枉过正了,我们需要的是女明星匀称称健康的身材,并非是在镜头里都受到可怕的程度,这种一位以瘦为美,将其当成唯一衡量标准的方式,并非大众想要看到的,更何况,现如今有太多人将女明星不够瘦当成了借口,从而逃避大众对其能力不足的责怪,不信,拿这次的愚症来, 他多次发文督促赵琴减肥,还声称是要给大众一个交代,可实际上赵琴被吐槽最关键的原因,从不是太胖,而是演技太差,但对此,余政总是避重就轻,将其演技差,双眼无神的原因归咎到赵琴拍戏时生病下巴脱臼,才无法专注演戏,可这样的理由又能让几个人幸福,更何况,若是他的演技没有改善,眼神依旧空洞麻木, 那即便赵琴在寿又有什么用,到最后,他还是会被大众吐槽反感,此外,要知道内鱼并不缺身材正常或稍显圆润的女星,像最近认为自己被礼服扑啊的王菊,从初到以来,他的身材就不是大众意义上的寿,可即便如此,王菊不仅没被大众反感,还得到太多赞美声,除了他能够正视自己的身材外, 还是因其将精力放在磨练演技上,以能力取胜,像《爱很美味》中的事业优秀的夏孟,繁华中,普通到不起眼的小支圆梅萍,正因此王菊才会成为从爱豆转型演员最成功的明星之一,由此可见,女明星并非只有以瘦为美,一条路可走,因为减肥瘦身,只能让整个娱乐圈变得越来越畸形可怕,甚至还会带歪大众的审美,而靠业务能力出彩,这才算是真正的,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赢得大众的尊重和喜爱